今天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进入最后一天 上午将会有一场主题为展望老龄友好型社会的分论坛举行 与会嘉宾将会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眼下海南的不少社区正在进行适老化改造 为老年居民生活提供更大的便利 让养老变成享老 我们一块来看报道 家住海南海口的缺奶奶已经93岁了 平时她一个人住在家里 女儿每隔一两天会来探望一次 缺奶奶走路不太方便 去年开始家里安装了红外检测仪等一些智能设备 出现异常情况后 女儿或者护理员就可以及时接到短信提醒 在为学奶奶提供服务的养老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后台可以时时看到每位老人的状态 通常情况下护理员会每个月固定上门五次 但遇到有就医等特殊需求的老人 他们也会及时上门服务 这是由政府全部出资的 然后符合条件的老人就可以获得这些 吃老化智能化的全部设备 老人是不需要出任何费用的 在海口的另一家养老机构内 焦阿姨正在护理员的陪同下测量血压 她告诉记者 自己是河北唐山人 半年多前来到海南养老就住进了这家养老院 房间里配备了多个智能化设备 大大提升了她的安全感 你像这个AI管家 我血糖高 他就告诉我要吃清淡 要少油少盐 在我们这两人间里头的一户求助就有四个 我们的所有智能化的设备会连上我们的工作后台 会时时反馈 就是老人在房间里面的一个状况 让我们及时做出相应的反应 近年来海南省不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 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就近居住 养老机构应提供照护和文化娱乐等相应服务 支持养中设医和医中设养 让更多老年人可以享受到医养结合服务 北方来老人的话基本上能占到我们这个入住老人的四分之一 主要让他感受的是我们海南的这个风土人情 自立老人基本上就在三千两百块钱一个月 全失能呢也在六千五百块钱 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 如何推动建设老年友好形成适合社区 将养老变成享老会老 也成为与会嘉宾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 而中国在康养就医等养老服务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也得到了外国嘉宾的积极评价 也得到外国嘉宾的积极语